被无良经纪公司扔到求生综艺 所有嘉宾都酷鸡鸡 只有我大手一挥 拿起锅勺 亮出我的高级技师厨师证 些人甜妹 我宣布你是我的神 过气引后 姐有钱 以后就跟着结婚 隐退割击 我不退圈了 退了哪能吃到这么香的菜 胡咖遇上胡宗 这次还不得夫妇的证 一 午后 陈兴公寓 餐桌上放着两菜一汤 阴晕冒着热气 经纪人小流咽了咽口水 啪哒 剧本被摔到桌上 周宁 这个综艺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专心给新出锅的油闷大虾摆盘 什么综艺 小流眼神闪烁 摸了摸鼻尖 最近大火的野外求生类综艺 公司好不容易给你争取到的 他看我不回应 又语重心长 你这周就得从陈兴公寓搬出去 手头还有钱租房 我确实接到了经纪公司的通知 差不多大半年没收入 每个月进账的钱还不够买食材 太辣了 从小到大都幻想穿越的我 怎么就开局跌入谷底呢 半年前 我穿进了这本叫 《小炮灰百烂之路》的娱乐圈文里 都小炮灰了还摆烂 要不是因为好奇描了一眼 我也不知道 这世界上还有浏览量唯一的小说 估计作者也不会想到 唯一的读者我 还被吸进了小说里 多少钱 一百万 人在江湖走 哪能不为钱折腰 虽然在心里嘀咕 什么综艺啊给人这么多 该不会是非法的吧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我都忘了 圆主是个从不下厨房的宅女了 慌张打岔 这不在家没事干 就说做饭姐闷 小刘瞪了我一眼 周宁 你还有脸说 没事干不是你自找的吗 啊 就这圆主的性格摆烂了半年 总算接到了第一个工作 你好好准备 节目组会突然袭击抓人 好自为之吧 小刘说完就撒子跑了 突然袭击 我心里生起一股不太妙的感觉 直到半夜睡到一半 蓬头垢面穿着睡衣被敲开门的时候 我还没缓过来 周小姐 我们十分钟后出发去机场 你只能带五件用品 请迅速收拾行李 节目组导演说完话 我还没醒过来 迷迷糊糊抓了那一包 洗漱包放进行李箱 还有三件 我毫不犹豫 直接冲进厨房 拿起便携式捆在一起的锅碗瓢盆套装 这算一件吧 导演狐疑地打亮着我 点了点头 我又把菜刀砧板套装塞进行李箱 剩下一件 对了 我的魔法调料套组 好了 还剩两分钟到时间 我们提前出发吧 无视调导演组调了满地的下巴 和毕不拢的嘴 我拖着箱子出了门 坐上了大巴 到了机场 我看着机票上 这个从来没听过的目的地 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鬼地方 导演组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 资金 资金有限 周小姐您多淡淡 我也欣然接受了 而且心里舒坦了不少 本来还担心 是不是什么骗局 这回踏实了不少 估计节目组所有钱 都用在请嘉宾上了 这要犯的还能嫌搜 你们都不嫌我咔味糊 我还能嫌你们穷 算 下了飞机 节目组只留下一个跟拍摄像 就撤光了 我看着荒芜人烟 鸟不拉屎的无人倒 这心里准备 不做也罢 摄像小哥同情的看着我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拍摄机器很重 辛苦你带路 差不多徒步一个多小时 才到了节目组所说的秘密基地 确实挺秘密的 不说都看不出来能助人 一看就是节目组临时搞的违规搭建 不算厚实的木板 毫无章法的 原地盖起来一间屋子 你们节目组 是不是让建筑工人骗了呀 摄像小哥面露苦涩 这是我们导演盖的 辛苦弄了大半个月呢 怪不得 大半个月盖出这么个房子 也不容易 看着摄影机 我不好吐槽 只能晃着手进屋 让我们看看 屋子里有什么呢 好的 什么都没有 房间里 除了几床铺盖和木板床 就只剩下一些木工工具 和火柴绳子 过滤器什么的 还有一些食用油 面粉这样的原料 比没有墙 突然 门外哭声传来 我就说我不来看什么破综艺 非让我来 我不拍了 我要回家呜呜 一个扎着丸子头 打扮甜美的女生 满脸眼泪 剁着脚哭诉 呜呜 这地方都没有人 晚上谁敢待呀 看我走出来 她吓得哭声戛然而止 有 有人啊 几乎是骨子里的惯性动作 她弯腰鞠躬 老师好 我是天际娱乐的新人士美美 四 紧接着 还来了两个女艺人 分别是五年前拿过影后奖 后来再也没翻起水花的祝青兰 和三年前 横扫各大音乐榜单第一名以后 宣布隐退的天籁歌姬夜出 节目组的口味还真是统一 不是新人 就是胡咔 要不就是一点名气都没有的艺人 这下重复了三遍自我介绍的沈美美 完全不哭了 我们四个人就站在破幕屋里 面面相去 气氛尴尬 总得有个人得先开口 我们 做点什么呢 我说完话 从沈美美身上发出了咕咕的声音 她小嘴一扁 呜呜完了 我才出道一个月 还有摄像头 这下人设都她了呜呜 我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安慰她 这种录播后期会剪辑的 摄像小哥站在门口 节目是现场直播 机位提前都布置好了 你们出行 可以带着GoPro 这下不只是我 其他三个人都炸毛了 你们签合同的时候 不是说录播吗 夜出质问着摄像小哥 祝青兰也语气不善 你们这先斩后奏 玩得挺好啊 沈美美已经哭出来了 我才刚出道一个月 太丢人了 摄像小哥也很无奈 我们本来打算录播 可后来剪辑师人手不够 只能直播 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们在什么平台直播 他支支吾吾半天 才开口 视频平台没谈成 在一个娱乐网站 我知道节目组穷 但没想过穷成这样 连工作人员都不够 突然能理解 这样的烂节目 还有嘉宾的原因了 给的确实太多了 那这节目 也不会有人看吧 说实话 这样我们几个放心不少 小网站上直播 连宣传都没有 怎么会有人关注呢 没有网络的荒岛 我们不会知道 直播间里 已经陆陆续续 进来了不少人 五 看见标题上的 无人导求生综艺 才点进来的 这是真的假的呀 肯定都是节目组搞噱头 不这么嫌疑 根本不会点进来 再说了 就他们几个女的 感觉无人导 话说这几个女的有点眼熟 谁啊这都是 你看现在那些 带会直播间里 戏演的多假 一样的 这不还有一个摄像在 他肯定是帮着几个干活的 别被骗了呀楼上 网站直播间的评论区 几乎要被骂声淹没 网友奔着看热闹的心情进来 在评论区留下恶评 就会直接退出去 这头我们已经决定好了 既来之 则安之 已经签了合同 也没有提前在条例中说明清楚 又被扔到了这里 只能接受 摄像小哥捂着耳朵发了一会呆 着急忙慌的 我去上个厕所 等了半天 他还没回来 祝青岚有点不耐烦 他怎么回事 要不要出去找找他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任命的拿起背包 你们见过谁急着上厕所 还扛着相机不松手 六 摄像小哥接到节目组的通知 背着相机跑路了 一时间只剩下我们四个女生 荒凉的海岛 陌生的关系 和接下来无法预知的所有 都让我们被笼罩在恐慌中 屋子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饿了 沈妹妹面露尴尬 捂着肚子脸色苍白 你来之前没吃饭吗 我把背包挪到脚下打开 拿出我的厨具和调料 又掏出来碗筷餐具 他点了点头 为了上镜好看 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两天 真能抗饿 虽然对偶像艺人 必须控制体重有些耳闻 但没想过他们竟然完全不吃 我只拿了工具 没有食材 也没有灶头 助青蓝打开行李 我带了各种药品和急救包 我这里是一些预寒的衣物 节目组让带的东西太有限了 夜初有点抱歉的开口 沈妹妹磨磨蹭蹭 没打开自己的包 对 对不起 我以为节目组会准备 就只带了化妆品 没有食物 我们在这岛上根本活不下去 事已至此 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去找食材 我和沈妹妹一组往东 助青蓝和夜初一组往西 我们约好太阳落山之前 一定要原路返回营地 无人岛 入夜以后不安全因素太多 走得太远 很容易迷路 沈妹妹一路上垂头丧气 心不在焉 我顺口安慰她 别太自责 我们一起努力找到食物就行了 气 屏幕外还留在直播间的观众 已经按捺不住了 这个沈妹妹什么情况啊 除了拖后腿还能干什么 就算是演的 这活活反派角色呀 没错 太讨厌了 还有那个周宁 演的什么假圣母啊 真好笑 我和沈妹妹往林子里走了半小时 除了一些慢生林叶子 只见到几朵集中军 林子里面应该还有 周宁姐 我实在走不动了 看着沈妹妹因为过度饥饿 疲惫不堪的样子 我也不忍心让她跟我往前走 我看了一眼回去的路 走过一遍 她应该记得住 你原地等我不安全 你顺着我们来道路 能走回去吗 可以 沈妹妹拿着我们俩找的食材 远路返回了 我继续往林子里找 往前不到一公里 长满青苔的树根附近 就出现了成团成醋的鸡葱菌和牛肝菌 我摘下来放进背包里 感觉差不多够亮了 才慢慢往回赶 到了我和沈妹妹分开的地方 我好像听到了几句微弱的呼救声 听着声音的方向 我拐了几个弯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呼吸一致 脚下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别动 沈妹妹双腿踩在流沙沼泽中 她因为急于脱身疯狂挣扎 沼泽吸力太大 她的身体已经陷入到腰部 你冷静一点 想活命就别动了 我吼声很大 她被我吓得停止了挣扎动作 这种泥沙沼泽在沿海地区很常见 这里气候影响 土壤过于湿润 导致这些土液化形成沼泽 一旦踏进去 只会越陷越深 周宁姐 求求你 救救我 我不想死 爸 你别怕 有我在你死不了 沈妹妹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 我满脑子都是自己曾经录影时 学习到的一些自救知识 你先把身体往后倾斜 我看到沈妹妹的背包在身后放着 有个支撑点能好很多 她照做了 我手下也没停 找了一根潮湿的树枝 你现在慢慢地把一条腿往外拔 拔出来以后 扭动另一条腿往外 动作幅度尽量小一些 沈妹妹很快两条腿都拔了出来 我把树枝的另一端递给她 她攀着慢慢挪到岸上 本来紧绷着一根弦的她 或就以后放声大哭 周宁姐我不是故意迷路的 背包断了 我去捡 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呜呜呜 她扑到我怀里 抱着我不肯撒手 我拍着她的背 知道她这是过度惊吓 没事了 我这就带你回去 扶着她走出去机敏远 她突然停下 背包 背包里还有食材 已经在我包里了 回去途中 碰到了来找我们的祝青兰和沈初 给他们俩也吓得够呛 天色已经妈妈黑 本来蔚蓝平静的大海上 入了夜不见灯光 狂风卷起海浪拍打着岸边 让人望而生畏 我去做饭 你们先照顾她 沙地上已经多出来一个石头 砌成的灶台 缝隙还用黄泥封住了 我简单做了两道菜 周宁姐 好香啊 就 闻着味道出来的沈妹妹 一点都没了刚来时候的明星架子 大家都来吃饭 今天辛苦了 沈妹妹加了一筷子清炒菌菇片 又喝了口慢生梨 叶子煮的野菜汤 这也太好吃了 周宁姐你是怎么做的呀 鸡葱均手撕成条 热锅翻炒出水分 加盐小火焖 再放入我带来的一小罐油渣 汤汁粘稠 软糯鲜香 鸡葱虽然经过油温加热 但丝毫不影响它滑嫩的口感 严苛的生存环境 限制我们只能使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偏偏是这样 才保留了食物最原本的味道 一顿饭过后 我们四个人已经熟络不少 我这才知道 石头灶台是夜处搭建起来的 一提到这个 本来看着很高冷的它 变得话多起来 这里面很有学问的 它站在灶台边上 双眼放光 你们看 灶台得选在下风口 还要注意附近没有可燃物 选石头也很有讲究 要有平面 黄泥是我从林子那边挖回来的 我们都坐在烧着柴火的灶台边取暖 夜处说完以后 脸红到了耳根 我是不是 话太多了 我摇着头问他 你这些都是从哪学的 他也坐下看着海平面 眼里波光淋淋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 我爷爷就是尼瓦匠 什么都会 很厉害的 夜色渐渐变浓 我们回屋以后 很快昏睡过去 醒醒啊 屋子漏雨了 十 我们几个醒来后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屋顶不规则的木头缝隙间 滴滴答答漏着雨 屋内所有的东西都泡在水里 这还怎么住啊 我穿好外套 先把东西转移到干燥的地方 节目组把营地选在沙地上 这里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 拍摄出来很上镜 我推开门 海水涨潮 离我们越来越近 不行 得先离开 我们只背了必须品 拿着手电筒 开始往无人岛内部走 雨天露滑 我捡了一根浸水的长树枝 递给他们 你们别松手 紧紧握住这个 如果出现危险 可以互相搭救 过去了半小时 雨势渐渐变大 我走在最前方 用刀把荆棘和野草划开 观察着林子四周的动静 那边有个山洞 神美美指着我们左侧远处 不仔细看 确实发现不了 你们在原地等我 我去看看 大家体力不支 行走速度已经减慢了不少 线下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一个庇护所 我们一起过去 神美美握着树枝 眼神坚定 祝青兰和叶初也很严肃 一起过去 有什么事也好有照应 我拗不过他们 只好答应 距离山洞越近 我的心跳就越快 我仔细留意着地上 要检查 有没有野生动物的脚印和痕迹 幸好到洞口附近 都没什么发现 口袋里仅剩一小盒 没被打湿的火柴 和揉成团状的干草 我点燃干草以后 快速扔向洞内 火光中 山洞被照亮 原来只是很大一块 山体岩石上 自然形成的凹洞 不算太大 进去休息吧 十一 我们四个人 刚好能蜷缩在里面 这里好黑 不会有鬼吧 神美美抱着我不撒手 他身体还在微微发抖 不会有鬼 祝青兰打量着周围 把帽子戴上 拿起镰刀 你干什么去 我拉着祝青兰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心 他起身在洞口周围 割了些类似于芦苇的水草 把这些草编织 在一根草绳上 做成了可以从中间 打开的草帘 帘子织得很密 钉在洞口 基本上看不出去 祝青兰收拾好以后 缩回了洞里 从现在开始别出声 撑到明天再说 我们紧紧挨在一起 连彼此的呼吸声 都清晰可闻 哐当 忽然 洞外传来一声闷响 像是大体型的野猪 撞击树竿发出响声 一下一下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啊 什么美夏的尖叫出声 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野猪似乎也听到动静 慢慢开始 在洞外来回徘徊 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我们四个 就像是砧板上的肉 一旦被发现 分分钟就会被撕成碎片 变成野兽的盘中餐 没过几分钟 洞外出现了 另一种动物的嘶吼声 我们静静等待着 野猪因为陌生动物的出现 撞击得更加猛烈 它们在洞外撕咬 一阵血腥味 让我们不由的反胃作呕 就这样 因为这只不明野兽入侵 野猪转移了注意力 放过了我们 我们四个人相互取暖 呼作一夜 十二 海平线升起最早的太阳 光线顺着缝隙照进岩洞 我扒开草帘 林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离洞口不到两米的地方 野猪全身被撕裂 血流满地 我拿起刀 砍下几块肉 今天有猪肉吃 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 神妹妹捂着鼻子 拿起猪肉 跟在猪青岚后面 夜猪也帮忙拿了血 朝地势高的地方 走了两个小时 我们才找到一块 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里是整个海岛的最高处 可以俯瞰全岛的情况 风景也不错 长时间的徒步 让我们鸡肠鹿鹿 我拿出一个做饭时 简易制作的火折子 吹出火星以后 点燃干草 这一通操作下来 属实让他们惊呆了 你这是什么东西 夜猪对我手里的火折子 很好奇 要过去看了半天 好像很喜欢的样子 火折子 什么没激动了 就是那种古代武侠小说里 那种大侠用的那种火折子吗 我点了点头 不过我这个就是简易版的 古代那种火折子 是用棉布碎做成的 我这就是吃饭的时候 摘了干燥的香脯棒 用锅底火点燃以后 装在竹筒里 做成的简易版火折子 使用寿命很短 火柴有限 昨夜打湿了大半 晾干也需要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吃烤野猪肉怎么样 13 他们几个看着我拿出小刀 把野猪肉片成肉片 穿在木棍上 放在火上烤 也跟着学了起来 我们割下来的是野猪腹部的五花肉 肥瘦相间的肉质 放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 烤得差不多 我拿起来尝了一口 很丰富的口感 瘦肉瘦而不柴 肥肉肥而不腻 我们没有盐 也没有烧烤料 这怎么吃 沈妹妹有点嫌弃的看着我 这心死了 我拿起一串递给猪青蓝尝尝看 猪青蓝也不矫情 就着我的手咬了一口 真香 夜初和沈妹妹也饿了一夜 狼吞虎咽起来 周宁 这个不用腌制 也不会难吃 好吃 野猪日常活动量大 身上本来就肥肉很少 烤起来肉质是上等的 吃完以后 我把火堆围出烟 用棍子和树藤 固定了猪肉挂在半空 周宁姐 你这是干嘛 海岛上潮热 猪肉几个小时就会变质 熏成腊肉后以保存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今天有食物 不代表明天也有 胃语绸缪 是户外求生很重要的原则 一顿烤肉过后 我们四个人决定出发 回到海边的 就用我拿些能用的东西 祝青兰用刀 砍下林子里很坚韧的藤枝 三下五除二 就编制出几个篮子 看我们探究的目光 他羞涩一笑 我出道以后 在剧组等戏没事做 就只围巾之毛衣 所以这些也不难 果然 大家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 那边的东西 不都被雨水浸泡过了 还有必要回去吗 夜初担心 我们花费几个小时 却无功而返 放心 我带你们去找大餐 十四 镜头外 网站已经出现了瘫痪现象 小小的直播网站 被几千万同一时间 涌进来的观众 挤得承在不下 各大视频平台和电视台 也在第一时间 买了这档节目的转播权 短短几天时间 节目跟着嘉宾水涨船高 这几个女艺人 不是过气 就是名气小 她们别叫海岛求生团了 叫胡咖团吧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综艺感觉有点真实 到了沈妹妹掉进沼泽 还有人不相信 这应该就和拍电视剧一样 这你都信 真是太年轻 四个人雨夜惊魂 还是有人质疑 这是导演组放的效果声吧 给后期加鸡腿 直到有人的GoPro 透过草莲拍摄到 洞外野猪的身影 大家沸腾了 卧槽她们来真的 真野猪 节目组沼泽地纳会 就发布了急救通知 说已经准备派急救车过去 但是看到她们转危为安 才撤回的 真服了 几个女的真厉害 到了她们烤猪肉的画面 国内直播正值深夜 说真的 周宁是特种兵罢靠 这么强 你没发现 其他人可有长处吗 除了那个沈美美 是个花瓶 馋死我了 这辈子没吃过野猪肉 这群女的真可怕 十五 我们一路回到海边 昨夜掌潮 把房屋里的东西 都冲得七零八散 能用的不剩下多少 我拿了密封好的 食用油和调料盒 助青兰拿了医疗包 夜初拿了几件 防水抗风的外套 你们快出来看啊 这海滩上好多东西 沈美美在沙滩上跳起来 大多是梭子蟹和面包蟹 还有些八爪鱼什么的 还算多样 我跑向一个珊瑚礁缝隙里 找到一个被冲上岸的破旧鱼网 用草绳简单缝补 就扔进了浅滩里 等其他人捡好海鲜 我也开始收网 海洋里到处都是鱼类 鱼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拿着一网鱼 我回到沙地上 仔细把这些食材装在笼子里 今天大家都累了 我们在这里快速吃完 回去还要搭建庇护所 海边虽美 不宜久留 锅碗瓢盆洗净能用 就是我们这里节目组 提供的淡水资源 所剩不多 我盛了水 用小刀刮去鱼鳞 将鱼肉切片放入汤里 加入我自带的调料 再找到海洋垃圾里 一根长铁丝扭成烤板 将梭子蟹 面包蟹和犀牛虾 放进烤板里 翻转活烤 本来活蹦乱跳的鱼虾 在炭火的加持下 慢慢发出 城隍城隍诱人的色泽 看到我们直流口水 大家吃饱后 看着宽阔的海平面出神 姐姐们 你们为什么参加这个破节目啊 我脱口而出 为了钱 夜出犹豫了一下 我也是为了钱 什么没点了点头 确实 如果不是给这么多 我经纪公司也不会把我卖了 我们不约而同看着祝青兰 据我所知 祝青兰得影后奖上报纸的时候 他家族的财力 也把当时的网友们震惊了一把 他应该不是为了钱 祝青兰面色有意思不自然 在家太无聊了 找点乐子 16 我差点忍不住拍手叫好 还想过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理由 果然 有钱还闲 说的就是祝青兰 只是刹那间 天边就被轻盈飘渺的云霞染上红韵 夕阳穿透云层 丝丝缕撒在海面上 闪闪亮亮 我们四个围炉而坐 心照不宣的没有说话 可经历了这几天的波折 内心早已亲密无比 你们快看 那边甚至有船 红色船帆的那个 距离太远 只能看到指头大小的游轮 让我们每个人都心潮澎湃 荒岛求生 只要能成功离开 就是求生成功 虽然我们现在食物暂且充足 但是淡水已经开始不够 离开海岛 是我们获救的最快方法 快 拿来干草和火柴 点燃 我们在海滩上点燃柴草 让火焰大一些 让烟雾大一些 要是能被看到就好了 我们的手紧紧拉在一起 期待着能早点离开这里 沈妹妹在沙地上挥手大喊 喂 我们在这里 快来救救我们啊 17 我们看着轮船 一点点消失在天际 此时 沈妹妹样样的坐在沙滩上 刚才眼里的希望 已经幻灭 大家全然不记得 沙滩海鲜的满足 只剩下失落 这次意外让我意识到 必须随时做好准备 被救可能性再次出现的时候 才能及时应对 都别气馁 证明这个岛 在某些航线的路线内 我们先去高地上 搭起一个求救的浓烟风火台 回到海岛最高处 我选定了一块 对空没有遮挡的空地 这样远航的船只 或者路过的直升机 才能更容易发现我们 我找来比较长的三根树枝 摆成塔架的模样 再用藤蔓自下上 绑住新鲜叶子 再用粗壮的木头 搭成网格状底座 以便空气进入 底座上放一些能随时 快速被点燃的干草 作为引火物 在选用核式柴上放好主柴 放上塔架 调整好高度和位置 固定好就足够实用了 直播间已经炸了 这周宁弄得对不对啊 怎么感觉有模有样的 楼上别质疑了 我就是户外爱好者 可以说 简直是能写进教科书的专业手法 这女的是哪里出来的 这么厉害 我开始相信 她们不是配合节目组演戏了 好像也没剧本 我是周宁一个路人粉 看过她演的配角 以她的演技演不出来 一个女的还带着三个女的 吓到我了 好牛啊 真的长见识 还能学到很多户外急救知识 我决定要开始粉这几个女生了 18 我们今天还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修建庇护所 我拿起砍刀 从枯死的树上 锯下来几节木头 用石头把四个角插入土里 固定好地基 其他三个人一看 也过来帮忙 我用木头搭建好屋顶的大概形状 祝青兰负责把木头 锯成合适的长短 夜初从附近搬来黄泥 合成泥浆 沈妹妹也拿着镰刀 去附近林子里找棕榈树叶 我把这些木头 整齐地填补到斜面屋顶上 再用一些多余的木头 做成墙体 而之前海边小屋漏水的原因就是 屋顶木板间缝隙太大 我把大棕榈叶盖在屋顶 用黄泥平整地盖上一层 确认觅食以后 再放上树叶 最后在比较隐蔽的方位 留出来一扇门的大小 祝青兰把木枝编制成门 完成了 我们进入简易的庇护所 简单收拾了一下 铺上夜初从旧屋取过来的防水外套 大家沉沉睡去 醒来以后 我意识到水源问题 从不远处的树枝上 取下塑料水瓶 森林里更深露重 几个广口瓶子 一夜就能接到不少露水 运气好的话 我们能在水源枯竭以前 能来一场雨 或者离开这里 周宁姐 今天吃什么呀 祝青兰没忍住笑话 沈美美 你怎么在这荒岛 越呆越像原住民 适应能力还挺强 她嘻嘻一笑 这不是有你 还有周宁姐和夜初姐吗 我觉得有你们在 去哪儿我都不怕 19 成年人每天都必须 喝两升左右的水 长时间不喝水 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我想起来 林子里我看到过的野果 这些过于能解决一点问题 我和你们一起 沈美美背着小筐 跟在我们身后 还没走几步路 她就喊起来 有大清枣 我看了一眼 这个不是清枣 是海芒果 能入药 吃起来有剧毒 量多了致死 沈美美手一下子就缩了回来 我们往林子深处 发现了几棵野生的木瓜树 把熟透的木瓜 用棍敲了下来 还摘了一些很小的乌花果 岛上大多数植物的果实 都是不能食用的 好像有什么声音 是不是我耳鸣听错了 沈美美说完 我们都往高地跑去 是螺旋桨的轰鸣声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赶回高地 点燃了风烟 几秒钟之内 浓烟滚滚 冲上云霄 你们说这个烟 能引起飞机上的人注意吗 如果运气好 就可以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 直到庇护所周围 狂风卷起树枝 呼呼作响 直升机慢慢出现在庇护所上空 我们仿佛看到了曙光 每个人心里都无比感动 Do you need any help 沈美美蹦起来 Yes Yes 直升机慢慢越降越低 大风把树梢都刮断了几根 我拉着他们三个躲到一旁 等直升机降落 半小时后 我们得知是附近森林寻护人员 在做野生动物标记勘查工作 都是志愿者 刚好搭救了我们 滚吧 该死的无人岛 沈美美坐在直升机上 对着空中呐喊 坐在飞机上的我们四个人 宛如重生 二时 辗转四次 直升机到越野车 再到大巴 最后换乘飞机 才到了国内机场 我们四个刚下飞机 就热泪盈眶 哭着抱成了一团 你看 那边是不是周宁和沈美美他们四个 快走快走 横幅 别忘了横幅 周宁周宁 八项全能 周宁周宁 没你不行 我们被通道外等候的阵仗 吓了一大跳 这都是哪里来的粉丝啊 人山人海 怎么连应援横幅和应援口号都有 还穿着统一的应援服装 周宁姐 不会我上个综艺 黑粉来了这么多吧 沈美美的粉丝也来了不少 她出道一个月 公司并不侧重宣传 团体出了几首歌 也没激起什么水花 美美 爱你 美美 你别怕 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一个女生的喊声粗犷 沈美美天天回应我也爱你们啊 然后转头抱住我 周宁姐 我也 我也有粉丝了 就连祝青岚和沈初的老粉们也都聚集起来 还增添了不少新粉 这是完全没料到的场面 我们这群胡咖 竟然会因为一档综艺节目翻红 姐姐们 我们这次回去 还会再见的吧 娱乐圈来往真真假假 能交新的没有几个 一般合作过都是工作关系 不会私下再有接触 我们三个宠溺的看着沈美美 当然了 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 21 我还是缓不过来 回家以后 报复性的睡了一周多 被小刘从被窝里拖出来的时候 我还醒不过来 周宁 你这是什么阴间作息 我幽怨的看着小刘 她看了直播以后 也自知理亏 何其公司把我扔到无人岛 真是丧尽天良 你的钱不都入账了 还真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给我开始说的一百万 到我账户三十万 其余的呢 那不得交税 公司不得抽成了 小刘拿出文件袋 放在我腿上 你合约马上到期 公司给你涨了四成的续约费 空了签一下 急什么 我先休息一阵子 小刘显然很不满我的要求 你看看其他人 人家档期都排得满满的 恨不得抓住热度 再窜上一把 只有你还在休息 她看我油盐不尽 唠叨一阵甩了门走了 我这才有时间打开手机 铺天盖地的新闻弹窗 都跳了出来 新人偶像 沈美美直播间爆满 荒岛四人 账粉 周宁 沈美美叫你 沈美美公司 已经给她安排工作了 我看到网友截图里 沈美美的直播 应该是分享自己日常生活 化化妆 教大家穿搭什么的 还喊话 让我别忘了看她直播 这不 前几天就预告了 今天的直播时间和内容 沈美美应该是在家里 看到我点进直播间 她立马开口欢迎 是周宁姐 我好想你啊 给她刷了礼物以后 我把手机放在一边 有点意外 评论区问 最想吃周宁姐做的什么 那肯定是胡萝卜炖牛腩 22 我手里的动作一停 拿出手机联系沈美美 她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打不通 我又把祝清兰和叶初 拉进聊天群 问他们最近有没有见过沈美美 得到的都是否定回答 叶初 怎么了 你慢慢说 祝清兰 美美这会直播着 联系不到也正常 别太担心了 我 我怀疑她现在不安全 托小刘联系到她经纪公司 确认了地址以后 我立刻开车往过赶 到了警 警方调查后 发现她正在直播 不受理 我到她公寓楼里 慢慢靠近门口 在门口附近 发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我手里捏着防防喉喷雾和小刀 按响了门铃 什么人 男人浑厚的声音 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我捏着嗓子 你好 我是消防部门 来摸查各家各户的 电路老化情况 隔着门 听到里面一阵刺耳声音 门打开后 是一个有我体型 两个这么大的黑衣男人 她目光躲闪 神色慌张 我假意寻查 实则进了客厅 我就一直盯着那扇关着的卧室门 趁她不注意 手放在了门把上 门把手按下去的瞬间 她冲了过来 我快她一步推开了门 周宁姐 真的是你呜呜呜 沈妹妹腿被绑在椅子上 上身在镜头里 保持着直播的状态 我把她一把护在身后 黑衣男人恼羞成怒 拿着水果刀 就朝我们砍了过来 周宁姐小心 23 沈妹妹把我推开 自己用手挡了一刀 鲜血顺着她的指缝滴落满地 男人表情阴暗恐怖 见人 让你抛头露面 让你不守复得 不到几分钟 她又狂笑着跪在沈妹妹面前 我错了 我错了我不该打你 你别离开我 我意识到她性格扭曲 想着直播间肯定有人报警 我必须得拖延时间 我们以后不出门 也不见人 就能改变你这种人吗 不是的 你只是在自卑 自卑自己没有朋友 没有人关心 才会把你爱的人藏起来 你这么自私 还觉得自己伟大 她摇着头 挣扎着 不是的 我只是想保护你们 外面坏男人太多 真可笑 这不纯纯贼喊捉贼 我感觉已经到了 她情绪崩溃的边缘 拿起背后藏着的擀面杖 朝她砸过去 她偏过头躲开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正当我闭上眼睛 以为她拳头会落在我身上 大门被哐当踢开 穿着警服的年轻警官 一脚把她踢趴在地上 祝清兰和叶初就在警官身后 看到罪犯被戴上手铐 他们俩赶紧跑过来 你们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哪里疼不疼 祝清兰给沈美美 做了简单的包扎 警官靠着变态男 回警察局了 姐姐 她说她是我的粉丝 是我在屏幕上穿得太暴露 她看不下去 就来找我要伤害我 沈美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是 是不是我做错了 24 原来 变态男在沈美美直播期间 看从镜头里看到了 窗外的一个商场标志 这个标志让她顺头摸瓜 找上门 沈美美被她关了两天 今天才以自己提前有直播预告 不直播会引起怀疑为理由 想办法和我联系 而她的一举一动 都在男人的监视下 没办法报警 那周宁是怎么知道的 祝清兰和叶初两个人都很好奇 因为我在荒岛上挑食 告诉过周宁姐 我不吃胡萝卜 说到底 变态男虽然没真的对沈美美怎样 但还是把她吓得 不敢独自待在家里 我带她回了我家 她还一直念叨 周宁姐 我不想当明星了 感觉太危险了 手机上热搜榜已经刷新了 沈美美被变态绑架 女生独居的危险 穿着暴露音不应该 荒岛四人再次合体 我很气愤的截图 并且发了微博 我们每个人都有穿衣自由 我们需要在安全 平和的天空下呼吸 出现危险 为什么新闻里丝毫不提罪犯 而是谴责受害者 我们四个女生在荒岛求生 为什么总有人质疑 这是女生无法完成的事 我们女生就算失败 也是堂堂正正的失败 花朵的成长 离不开阳光和雨露 更离不开每个人的保护 我发完微博 肯定地告诉沈美美 你没错 是那些犯罪者的错 不要用他们的错惩罚自己 25 微博上因为我的发言 掀起来一股 为女生发言的热潮 祝清兰和叶初首当其冲 祝清兰说她当初接不到戏 就是因为她要拍摄的很多动作戏 导演认为女生不能胜任 选用了男演员 而叶初也公开了自己小时候 被众男轻女 扔在老家长大的心酸故事 越来越多的网友 开始分享自己的事 力量悬殊不代表能力差距 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 原来生活中很多事情 男生女生都可以做好 而我们普遍认为女生更弱 我们每个人生来 都是独立而又强大的存在 全文完